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幻惊悚片《幽冥》 男主角马克是美国国防部的一名科学家 他发明了很多炫酷的装备,其中就包括这种极光武器 这一天他接到上级的消息 听说在东欧,有人用他发明的超光普护目镜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 为了弄清楚真相,马克决定亲自登附欧洲 在欧洲,马克在军方排排到录像中看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 还有一名军方士兵被这种神秘物中杀死 城里还有许多人死法都跟士兵一样 当地人传说,这是在战争中死去之人的鬼魂 中情局派来的美女探员弗兰却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这是敌军的隐身技术 为了弄清楚真相,马克戴上了更先进的超光普摄像机 希望能拍到更清晰的画面 之后,马克便随着军方士兵一起执行任务 士兵们在废弃的打楼中找到了另一名活着的同伴 同伴声称,他看到了鬼魂 另一名进行搜查的士兵也看见了模糊的鬼魂 他持枪进行射击,子弹却直接穿了过去 而且士兵也被反杀了 接着,鬼魂开始大开杀戒 部队长官只好命令全员撤退 来不及撤退的士兵也都成了鬼魂的大餐 马克运用自己带来的超光普摄像机 终于看清了鬼魂的样子 这的确是一个人形怪物 紧急关头,军事长直接架起火箭炮给了鬼魂一炮 这下总该死了吧 没想到鬼魂却开了外挂,物理免疫 军事长也被鬼魂反杀了 其他士兵随着装甲车撤离 没想到却不走运,碰到了地雷 装甲车也被炸坏了 一群人只好撤离到附近的工厂中 跟队伍同行的探员弗兰撞破了头 马克赶紧上去帮忙 小老哥啊,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要妹呢 镇定下来之后 马克又在工厂架起了他的摄像机 他们发现工厂外面也到处都是鬼魂 但是这些鬼魂似乎被某种黑色沙土挡住了 都不敢进来 很快大家就发现 原来这种黑色沙土就是铁线 整个工厂被这种铁纱给围成一圈 莫不是这工厂里还有其他人 于是士兵对工厂展开了搜索 果然发现了两名儿童 马克询问女孩是否知道那些鬼魂是什么 女孩告诉他 那些鬼魂都是在战争中死去的人 他们困在生与死之间无法安息 女孩还告诉马克 鬼魂是从一个叫马萨罗维的地方来的 很快士兵们接到消息 军方总部会派直升机过来接他们 但是需要他们到达离工厂八百米之外的广场 为了突破鬼魂们的包围 士兵们将工厂里的铁鞋收集起来 制成武器 马克也将自己的摄像机改造成了能发现鬼魂的探照灯 一切就绪之后 一行人便开始突围 马克提着探照灯为士兵侦察 士兵则用铁弹进行攻击 但是在撤离途中 马克的探照灯又发生了故障 无法工作 一行人才困在一辆大巴车上 好在军方的坦克总算及时赶到 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探照灯 对着鬼魂就是一通狂轰乱炸 结果一点用也没有 反倒是鬼魂几个冲击波就把坦克给飞了 这坦克也太弱了吧 眼看就要全群覆灭 群方的直升机总算赶了过来 男一号马克也放出了自己的大招 看我铁杀掌 就这样一行人最终脱棍 但是之前在工厂救下的小男孩 却被鬼魂给杀死了 一行人最后撤退到了一个掩体之中 但是接下去又该怎么办呢 就在士兵们争论不休的时候 马克却告诉大家 他找到了答案 原来那些人形怪物根本就不是什么鬼魂 而是一种人造武器 这种人造武器是由一种特殊状态的物质构成 这种状态就是物理学中大名鼎鼎的 波瑟爱因斯坦明巨炭 制造这种物质需要大量的能量 而在马赛罗维刚好拥有一座核电站 既然知道了鬼魂的底细 接下来的就好办多了 马克利用军队胜利的物质 制造出了大量能够破坏 凝聚物态物质的等离子枪 他们必须反攻回马赛罗维 以免鬼魂进一步壮大 这个等离子枪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一枪就干掉了一只鬼魂 一张大战随即拉开 马克和弗兰潜入到了核电站的中央控制室 发现这些鬼魂果然是人造的 最后马克在弗兰的掩护下 终于破坏掉了整个中央控制系统 一场危机世界的灾难就此解除 危机解除后 马克和弗兰来到了另一间实验室 发现里面布满了尸体 这些尸体才是那些凝聚太鬼魂 真正的控制者 他们既非活着也非死去 而是处在永恒的痛苦之中 无法安息 善良的马克不忍心看到这些魂灵 再受苦 亲手超度了他们 愿天堂不再有战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